中国男族在苏州零比零,孟平印度,长人郁闷不已,远在山东泰安,U25国族集训队的小伙子们,也正式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军训生涯。 今天中午,央视体谈快训节目便跟踪报道,了U25国族集训队,在部队报道的首预行程。 13日上午,国家男族集训队,结束了在北京体育大学,为期四天的体能测试之后,乘坐高铁从北京出发抵达泰安,抵达之后,全队直接乘坐大阪,建筑第八十集团军某特战旅。 在简单的欢迎仪式后,队员们分成八个版,由教官带领带领入住,领取备入服装。 按队完毕后,包括主教练射降服在内的教练组以及全体队员,都把头发剪成了板刺,可以说是军中严者。 晚餐过后,全队集体观看了中国男族与印度队的热身赛,从电视画面来看,这些六二五球员集体身着迷海服,统一替平头,像极了入伍不久的新兵。 除了前排的胡瑞堡,唐诗,廖立生等人能让人一眼忍出案,其余球员几乎都差不多。 只为一节的是,在军营中,还赫然悬化着中国梦,足球梦自扬的侨服。 从今天开始,球队也将进入正式军事环节。 据悉,本次军训将维系四到六周,训练内容分为思想教育,新兵训练,一日养成,特战体验等百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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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